本社分类主案回收已经身为专门运动 为了保护提供主案 中华旗公司除了日前邀请中华旗国立的理事长 参访主案回收自由的中华旗大关山社区以外 今天已经是安排中华旗社区理事长和干部来到大关山社区 了解社区主案回收运作的状况 作为各社区的参考 中华旗大关山社区 为了解大关山主案回收运作的状况 因为人所在太多 所以社区也就用中华旗国中的劣等来感慨 中华旗大关山社区是目前中华旗来主案回收 做得最好的社区之一 很多官司都全都派人前来观摩 就是为了解大关山社区运作的状况 所以中华旗成家队特别安排中华旗国社区主委和干部来到大关山社区参考 大关山社区主委标示 社区要运作得好 社区基民的共识很重要 社区通过基盘活动 让社区基民能够合作会 感谢我们市公所对大关山的重视来 这次基盘了所有的中华旗国公务大劳的主委和干部 以及台中华一部分的干部也来再来来参考 我们希望透过这个参考大家比出来学习 最重要大关山这几年 将近12年有这么大的进步 我们要感谢所有民意代表 跟我们的好处兵 跟我们的理督 跟我们的好处 跟我们的好处 大家共同来配合 希望我们这个理 可以来所有的地方的主委 可以来参与结合 当时 我们希望照到这次的观摩 大家比处来作会 要怎么用心来经营社区 希望透过这个观摩 让更多人了解 社区的重要是 不是跟外表做好 我们需要怎么让组合 可以参与更安全 更清晰的环境 当然 我们要透过这个观摩 我们要让所有的了解 我们希望政府可以支持 我们最近有一个公务大楼的协政会 透过这个平台 可以来协助所有的公务大楼 可以改观问题 大关山不是最好的 但是大关山真的用心在经营 在主委回收的过程当中 本市集中最麻烦 也是最难做的一报分 大关山透过的选择 让社区基民可以自动组合 这也得到国家的困境 透过的观摩、厚实 让本社分类 自行回收的观念 透过社区干部 沉淋每个家庭 保护这个美丽的地球 新中华新闻 白明年 中华蔡宏保德 健康 谢谢大家